大家好,我是小黑院長 我常常會在我的粉絲頁小黑大叔碎碎唸 分享手寫的短文 也會每週都開直播 來協助練智的小夥伴們 解決練習的時候遇到的各種疑難雜症 那這一次這個課程會將我這幾年來 練智的經驗系統化 並且結合我上了超過200堂的實體課程 來引領大家迅速入列 開始跟著我們一起練習 那三天兩頭就會有人問院長說 院長我的字還有舊嗎 院長那我現在才開始練習來得及嗎 我到底要怎樣練習才能跟你寫的一樣漂亮 那或者說我沒有天分字也可以變漂亮嗎 不用擔心你只要練習就一定會得到進步 我做得到你一定也做得到 甚至我可以說 你只要上完這堂課 也許你進步的速度會比我更快 因為你會比我少走很多很多的願望路 我會帶你從我們日常生活中最常使用的工具 去開始練習 我也會告訴你如何正確的使用工具 怎麼握筆怎麼用筆 都會用最簡單易懂的方式 清楚明白的來跟你說 再來院長會告訴你 我是怎麼觀察字帖怎麼拆解字帖 讓你能更快的去理解 這些美字都是怎麼被寫出來的 院長這堂課最重要的是讓你上完課之後 你就可以獨立的自主練習 讓你的練習之路不再是毫無方向跟章法 也不會遇到難字的時候就一定要 去求助他人 沒有辦法自己解決 不用 你只要上完課之後 你就知道怎麼做了 另外這一門課程還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院長特別整理的學長學姐 練字的時候 經常遇到的問題 這些問題在你練字的路上 早晚都可能會遇到 所以呢我們做了練字問題集緊 有的問題你還沒開始練習你就想到了 那有的問題是什麼 你練習了好一陣子之後你才會遇到 院長都幫你準備好 方法院長準備給你 你只管 認真練習 那還是老話一句 我都可以的 你一定也可以 而且還不只有我可以 有很多學長學姐都已經得到很大幅度的進步 所以你只要相信自己跟著院長 踏實的練習 就一定 可以進步 練字呢除了能慢慢的把字寫得更好之外 對我來說就像是一個重新認識自己的過程 透過每天 扎實的練習 一點一滴的把進步累積起來 總之透過練字 我真的成長了很多 那也希望正在看影片的你 上完課之後也能跟著院長一起 我們就一起練習一起成長 加油 我 上了超過200堂的課程 有點不帥 我 除了再一次